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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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醋泡老婆给我吃一块 我开开胃 其实我本餐就有点热点 我去把米饭给你尝了 没关系 这两天没在群里进到俊哥 那我自己啊 因为老陈醋给我泡了点醋泡萝卜 这萝卜很嫩很好吃 我们这边萝卜很好吃 今天咱们就吃点清淡的 你懒嘛 懒得弄嘛 人懒了以后呢 就啥事情做不好 我就懒嘛 我懒得懒得搞什么东西 我发现萝卜 这兔包萝卜和那个 还蛮配的啊 面包吃很配啊 比吃那个馒头配 因为面包更甜一点 蛮爽的 下次要做 开锅 开锅嘛 关小姐 今天就吃点蒜肉 杭州那个洗剪吹的 我知道就害死老婆 那个叫什么兵来的 叫零什么兵 也是个人生赢家 卖羽绒服的 卖羽绒服的 是不是听起来没关系 关键要有同样的人生理念 今天呢总算是有那个 蘸料了 前两天都没蘸料 用海底捞的那个蘸料 吃肥羊真的是有点浪费了 这肥羊是在山谷里买的 所以不是特别好 像以前从大年夜开始也不知道怎么的 又把咱们直播间丢 就是分区改成那个美食区了 管他呢 都看了六七年的一分钱礼物都没刷到 我就替斗鱼啊 就是清理门户 我今天就点了你 清理门户了 必须替斗鱼清理门户 浪费服务器资源 这就属于你知道吗 对吧 平台你看平台都要付带宽流量费用的 对吧 像你这样的人真的是立即 然后呢也没有双赢的这种思想 留着干嘛 替平台清理门户 有多少有存款 这其实没有关系 就关键是这样 每天你工作几个小时 然后有没有休息时间 然后每天吃啥喝啥 这是最重要的 就比如说你有 比如说你你是富可敌国 有个几亿存款 你每天洗澡摊黑 然后呢 吃那个工作餐 就吃外卖 那说实话 也不行 生活质量 生活质量是有每天休息多少 多少时间 每天吃啥喝啥 能不能睡个自然醒 是不是来决定的 给我冲完里面 这还有一份是吧 还有最后一份 还有这么多 要是不够的话等会再加 是吧 我再来快吃泡萝卜 吃的好好好开胃啊 喜欢 这下 老婆美食热炕头 在家这样有忧郁忧 在家要有闲鱼的时间 那就很开心了 钱多钱少 无所谓的 反正你钱太多了 你也花不完 就是你你你你 就是你承认吧 就是钱太多了 你要把它训 你要把它花完的话 都是玩的邪道 能训要高消费的东西 基本上都是邪道 嗯 好好吃还吃 我老实话知道 我喜欢吃猪泡萝卜 专把猪泡萝卜给端过来 今天你来下料我吃的可滋润 明天开盘了 我还不知道呢 能不能让我多休息几天 让证监会再晚一个礼拜开盘 行不行 我这几天刚刚休息下来 今天是明天周期是吧 今天周日明天周一 初六 我这几天刚休息的刚爽的时候了 晚上看看片 下午看看书 能有啥看法 连五分钟之后的走势都很难预料 能有啥看法是吧 走一步算一步呗 哪天没休息啊 我就感觉 我是刚刚才开始休息两天 前两天不是直播的 最早几天不是直播的比较多吗 也没怎么休息 从昨天开始休息的 其实还想再多休息一个礼拜 那大概率呢 明天迎接一个开门红 然后呢咱们涮点娃娃菜啊 好久没吃了 娃娃菜我是直接直接吃的 然后呢不刷什么蘸料 清汤锅啊随便吃吃 这主要就是不浪费时间 嗯 小鲜妹子好 今天可以晚朋友来了 萝卜可以吃 萝卜太软 萝卜太软不好吃 好的 这萝卜呢 这萝卜呢要蘸点料 嗯 下午去点点物子的 到现在要点点点点完了吗 哈哈哈哈 我都笑死了 去苗月啊 有一个人出去点物子 然后说要80块钱一克 更管 啊 关键是还得有别的费用 什么消毒费 什么 反正反正反正很乱的 嗯 高开会跑不知道不清楚 难以琢磨 如果高开两个点以上 我可能会跑 两个点以下再说 不清楚 嗯 问一要让主播吃15个鸡蛋多少钱啊 嗯 要4万吧 5个要4万 而且要允许我专门开车去那个进口超市 买日本的那个消毒蛋 要吃只吃消毒蛋 嗯 真没劲啊 那天天浪费时间哪能有劲啊 嗯 缺点知识就有劲了 原来我们群里好几个铁子互相炒起来啊 都是因为就是投资理念不合 有的满仓有的空仓 然后就容易炒起来 还是不要去关心别人 自己做自己的 受别人影响好不好 你说你说先高开再回落 然后等你买进 然后再大涨 既然你剧本是你的剧本是这样的 别人知道你这么想的 肯定是明明天开始一路两三天一路高高走 然后你急着看着没机会买进 然后急了 然后追高等你一追高 哗 往下回调了 哈哈 剧本都为你定好了 哈哈哈哈 既然现在有太多人想等着高开 然后调整 调整的时候就下入 他会给你这个机会吗 结钱捡便宜的时候到哪里去了 哎真是太太搞笑了啊 就是如果你像你这样能猜到剧本的话 哪有这么好正题 这种上班的一天只能看几次手机的 就不要玩的 浪费时间 吃点好吃好喝 前两天都是用了一个小锅 用小锅的话容易铺锅 今天呢就火了 就想搞个大锅 不够的话在哪里哈 吃点喝点儿再拿点 你拿什么肉都行 你看你拿什么肉方便就拿什么肉 这边吃点 过年了一般都说要长个三斤 我瘦了我我吃那个胖了一斤 胖一斤最近吃清淡的 搞点醋泡萝卜瓜瓜油水 然后呢弄完白米饭 也不要多 碳水化喝 接下来这几天呢 要天冷了 吃点羊肉卷 欲欲寒 就这样啊 日子呢 就就就就天天就这么过 不可能过得特别好 但是差到哪里去 鸭子还真没买 前两天我还跟我老婆说 想吃牛肉丸子 对吧 但是呢 丸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说丸子那些肉 对 你前两天说嘛 牛肉丸子 是什么好肉嘛 里面添加了大量的添加计防腐计 什么抗败血酸 什么的 抗败血酸什么的 对 你前两天说嘛 没听说过有胡来烤饼 没听说过啊 只有什么老王烧饼 先放一半 放一半 就够了 放一半 然后这些吃完 然后呢 顺下的和那个羊肩肉 可以再吃一遍 我过节其实没有消耗什么时间 我今年到现在为止啊 一共就花了两百块钱 还行吧 两百多块钱 主要是呢 也没跑过亲戚 那就给我妈送了点小礼品 我妈送了一份那个山姆的 那个可以吃早餐的那个粥啊 但是别看那个粥啊 够她吃一个月了 我妈过节送了一份五十八块钱的山姆的那个叫 紫薯燕麦粥 不是紫薯燕麦粥 紫薯 黑米粥 发红包嘛 发的 发的红包也在 也是在两百块钱之内 而在我群里发了 大概前前后后 给老朴了发了一个 十八块八的红包 嗯 给老朴发了一块十八块八的红包 另外 在初五 早上赢财产 在群里发了一个一块一毛八的红包 还发了一个讨口财的一个人 一共是十八个人 每个人一块一毛八的红包 这大概花了四十块钱一共 主播做人就得大吃一点 对吧 但关键是呢 咱们有这个吉祥的寓意 我是那天早上订好闹钟 不幸李文俊哥 五点十八分 发的一个 一块一毛八红包 外加一个 每个人一块一毛八红包 五点十八分 谁能够按到 这个一块一毛八红包 就我要发要要发 你想想这个寓意 太火了 这份情这份意 感天动地啊 对吧 然后呢 我还给那个 前两天是初一早 初一半晚吧 我给群里发了一个 发了一个大概是 五十八块钱的红包吧 好像 二十个人领 还不错 好像是每个人是二 两块一毛八 一共是 二十五个人吧 大概五十块钱吧 一个红包 两两 两块一毛八 我比较喜欢讨口彩 属于那种 往事红包 是吧 往事红包就是主要是 讨口彩 龙腾大乙帮 铁的好啊 是不是我们群里那些铁的 非富极贵 家产都是几千万 到数亿不等 投资的总资金资产 在几百万的 都是地里的 他们不差钱 他们就差一份心意 哪有现在差钱的 从那一般呢我都给他们 发了广式红包 广式红包特别有 广式红包呢就是 像广式月饼一样 对吧是一种特殊的 发的发法 像华腾他发红包 也就是十块二十块 对 对这叫叫发红包讨口彩 然后就立试 立试 高高兴兴 谁拿发红包的东西 谁缺几个发红包的钱 出去买什么麦当劳套套餐呢 对吧 那等着卖 等着红包去买麦当劳套餐 那日子还是过得下去 对五块十块也可以的 所以呢我算下来啊 我今年在群里 我们我们要这群里发红包 大概一共是 如果不算给老朴的那个 单独红包十八块八的话 应该是发了 有一百十块钱左右的红包 一百十八块钱应该啊 应该还行的 是一个称职的好主播 然后呢 直播这里的观众呢 因为没在群里 就没办法给大家发红包了 但是我坚持着 从初大年三十到初那个 初五啊 每天都直播 连初六都直播 就是应该是全情奖吧 对吧 有没有帖子给音音音 这个过年发个全情奖 这这初大年三十到初六啊 这七天啊 没有一天休息 每天坚持直播 大年初一和那个大 就年三十啊 基本上两天播了十七个小时 还是可以的 嗯 今天这段也不知道怎么的 一是锅好 二是牛腻帮我放 吃的特别的出彩 大家穿鸡也对了 就感觉这个就对了 就今天这一段 就感觉非常重要的人啊 我就吃着啊 这段苦苦啊 就吃的感觉就对了 老母 各位铁子们一个都在憋 憋大招的啊 不用人了 该放就放吧 从明天开始 它是我真正意义上的休息 随便混混啊 休息休息 休整休整一个礼拜 然后再过个圆带 那不是 再过个圆小节 你们 真的啊 家里备点醋泡萝卜啊 不管是下那个单配菜 还是下火锅 都非常清空 好吃啊 直播间何止一大部分人 辛苦一辈子赚不到什么钱啊 真实的情况往往是这样的 我找一份资料啊 咦 怎么找不到了呢 应该找得到吧 真实的情况呢 就是其实直播间里大部分的帖子 和我一样 就像杂草一样 在社会上 然后呢 父第一个 父母啊 不付 父亲母亲 没钱 父母不付 然后呢 二呢 读书不好 第三呢 工资很低 对不对 然后呢 你们呢 还有一个特别的情况 就老婆呢 又黑又愁 这和我没关系啊 然后呢 如果有儿子 有女儿的话 儿子女儿沉寂一塌糊涂 然后呢 亲切当面 当 把你当啊 臭狗屎 然后呢自己呢 还特意要面子 然后惜命怕死 好劳 好劳恶意 差不多 大多数人都是这个样子 决决子了 没毛病啊 铁子 我说对不对 对的话扣1 大多数人就是这个样子 这是 这是社会上 最最普遍的情况 在百分之六七十人 人吧 都是这样的啊 好意恶劳 这点绝对有 这点连我都有 所以咱们都差不多 没什么区别 别抬杠了啊 那jeta crazy啊 你睡也算是我的一个 经常看的一个黑粉的 你看了这几年就二十三几 你好意思 对吧 你不愿意在美食区刷 你跑去那个女主播直播间 给女主播刷点的 人家叫你几身哥哥 也总比没有的强 对吧 没有几个人喜欢当牛做麻 没办法 逼不得已嘛 按照那个哲学和佛学上书 总得有人当牛做麻 对吧 然后呢 你不入地狱 谁下地狱 凭着自己心理啊 还有一点点潜在的良知做事 就可以了 不要在乎自己到底是当牛做麻 还是大富大贵 其实就差不多 日子过得安夜太天批平 过一生就完事 对吧 其实作为你作为人的一生 人作为人的一生是非常短暂的 当你化为灰烬 然后呢变为原子分子状态 这才是永恒的 真正的永恒 就是当自己变为的原子状态 原子分子夸克 这种状态是持久的 然后呢 当万物聚合在一起 变为一个人的形态 其实这是非常短暂的 这是什么锅不能烧破的 六七线城市 从小城市出生的吗 帖子 能问一下尊家 您是从小出生在哪个城市的 是不是 我想知道一下我水友的 基本的群体状态 吃的差不多了 就等这位帖子发话了 好 里面的萝卜蛮好吃 你吃着吃啊 把那个醋泡萝卜给我 好 晚上有个醋泡萝 今天的果果汤底也很鲜 你有什么汤做的 什么都没有 什么竟然什么都没有 那是葱姜蒜 那是葱姜蒜 那就行 下次也别炖 下次也别炖 剩什么骨头糖了 浪费 我也忘了 刚才那个麦克尔普份 好像是你去吧 福建厦门 没有 我还吃挺多的 那当然你做的醋泡萝卜太好吃了 明天再搞 明后天再搞点萝卜 有机会再做一点 我家老虎说家里还有一顿萝卜 那就吃了 还有一颗 没问你 大家这么多人抱了自己的城市 也好 互相熟悉熟悉 互相熟悉熟悉 厦门也有一些 就是房价很高的地方 六七万亿平方的也有 也有一些偏远的地方 就我知道厦门那个地方 叫什么极美 就是比较偏远的 任何地方都有那种 城乡结合部 对 当然关键就是说 你说是不是在 在离最核心的那个岛内 我不在岛内没用 然后这么一顿 撈两口就吃完了 就是这么简单方便 一顿饭就吃好了 撕撕一 这么多 哪个寒丹嘛 不敢 有你在 我怎么敢去呢 对吧 黑粉太多 全国各地不是说 想去哪就去哪的 声明在外的 斗鱼知名主播 如果 要是去了不该去的地方 正好被一个黑粉找到了 这非常不方便 一般就在江浙户晃了 江浙户是我的大本营 就相当于说 你是黑粉 你敢来江浙户吗 对对 我就问你三声 你敢来吗 对吧 今天羊肉没少吃了 把羊肉全撩出来 邯郸确实是个好地方 战国春秋的很有名的城市 对吧 邯郸 没去过这些名城古迹 我苏州有人去的 你苏州的 你以为你在苏州啊 我苏州有人 苏州你听说过天愁大哥吗 天愁大哥在苏州就像自己家的 就是怎么说呢 后花园一样 天愁大哥在苏州啊 说话绝对算得上话的 只要天愁大哥发一句话 你只要一全憋在裤子里到时候啊 你将这一户一袋 不管是太州 长州 苏州 扬州 扬州 南京 然后呢下到宁波 然后再到绍兴 上瑜 湖州 杭州 每个城市都有扛把子 是我的水友 今天已经开播了四小时了 不容易 无信没有人 所以我也不去 好了 那个吃完了啊 泡面里面有些萝卜啊 把它那个涮一涮 该吃的就吃掉就完事了 来快来测泡萝卜下饭 今天晚上有女足是吧 首先我帮你说啊 足球这东西啊 上一场呢 体力消耗太大 才两天啊 不一定能恢复得过来 这是奇 你听我分析啊 在咱们斗鱼上 我分析能力还是一把好手 排那个平台前三 第一 前一场恶战 体力消耗不轻 但有利情况呢 就是有一个妹子 她背后有一个银纹 上次被拍出来了 她有点害怕 一旦失利了以后呢 就可能拿这个背后那个纹身 这个纹身叫银纹 这个银纹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女性会在肚脐下以下 或者是在那个持骨以上 或者是在后腰这边 她会闻一个类似于那个 你知道吗 就是体内一个器官的花纹 或者一个类似蝴蝶的东西 这种叫银纹 她主要的用处呢 就用于避孕 想吃八色地瓜 或者是 获得更高的魅惑能力 对 然后 然后所以呢 她们现在呢 就是说 之前媒体这个坎 被拍到照片了 就在运用她们赢球了 如果输球的话 可能马上有黑粉 要取来黑她们 对吧 然后呢 阴阳怪气的 说她们是什么 好女孩 主要是用于魅惑的 这东西啊 一般女孩身上有银纹的 一般来说 都不是这么震惊女孩 我老婆有命 这和你没关系啊 所以说呢今天晚上呢 可能有几个队员 可能是 会 应该说是毫不 毫不留余地的使命的踢 毕竟一是确实想拿着冠军 但是呢 不利的地方就在于上一场消耗过大 然后呢 策马扬鞭的呢 还有一个有利的地方 就在于银门被拍到了 他怕别人揪他们把尾 所以说应该也会往死地踢 这么说下来的话 我觉得五五开吧 所以今天晚上呢 还是得看 不看到最后一秒啊 很难有结局 我这波分析怎么样 和没分析似的 对五五开了 哈 5-5% 50-50% 这才叫分析 哪有啊 在任何结果出来之前 就能料到事实的 又不是 皇帝老儿下凡 玉帝老儿下凡 你必须权衡利弊 然后分析出一个接近于 百分之五十对百分之五十的 这就算你有本事 别点提示啊铁赞 你也别怪我啊 我教你一种玩法 就是两个队啊 各下一半 再怎么样啊 也赔不多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你想想 要是A队赢了 那你拿A队的钱 如果B队赢了 你拿B队的钱 好死好活 都能拿钱 要是平局了 一般不太可能 牛皮吧 教大家好方法啊 人啊 贵在于啊 要维护自己的心态 对冲以后啊 你不可能输 只要不输 就有机会 只要有机会 你就有未来 对不对 来我直播学习下 我的为人处事的方法 大聪明 啊 那你不行 万一打错了怎么办 我们群里有个帖子 昨天他玩那个球啊 我打台好像输了 我还输了一天 输了这个数 8个W 是不是 要是用了对冲的方法 最多 输个手续帅 这帖子怎么个意思啊 大过年的第一次来我直播间 给我老婆问个好 是不是 你什么意思呢 啊 直接绕开我 这叫以下见上 嗯 绕开我干嘛呢 你脑子一动了什么邪念呢 是不是 哎 别以为我猜不到你脑子里想的东西 啊 哎 直接给夫人半点 那巴不得我怎么呢 啊 这个帖子啊 来 你直接来个红包吧 来个红包吧 是吧 我看你还挂着那个许文强的牌子 你不如去看咱们美食板块的花饭 花饭比许文强有意思的多 哎 许文强有啥好看的呀 啊 这么low的主播都掉份了啊 哎呦呦 你看我啊就是看我这眉毛 就是不屑的眼神啊 有个铁大哥拌了那个 我吃这个荧光棒 我谢谢你啊 哎呦我这刚好想掉下去地米包 收他了 收他的时候再聊两句啊 我下了波以后要休息了 过节也够累了 是吧 好吃螃蟹 吃螃蟹简单 很喜欢吃螃蟹 因为吃螃蟹蒸一下 冲一下就够了 嗯 唯一两点多的是 因为你是个直男 所以呢你呢 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个闪光点 就是我的颜值 对吧 很多非直男的都非常喜欢看我 我啥都不用做 啥都不用说 往这一坐 然后呢 也不用说话 光看着我那张英俊的脸庞 他们就觉得每天的生活充满着意义 谢谢ABC1587送的飞机 铁子送飞机了 太感谢了 是吧 咱们直播间不像别的直播间 送的都是虚控飞机 这也都是真金白银的飞机 谢谢ABC1587 我还记得你刚才对我说什么的 你第一次看我是在吃螃蟹 是吧 我说我喜欢吃螃蟹 哎 怎么感觉 我昨天晚上梦到过这一段 这个剧情应该是这样 你刚开始问我 第一次看我吃螃蟹 我说是的 我喜欢吃螃蟹 螃蟹 回来洗洗摔发弄一弄 就那个了 就可以吃了 简单干净干净 后来你给我刷了个飞机 我也前两天做梦做到过这一段 是不是 后来怎么来着 后来怎么来着 后来好像做梦 你又给我刷了个飞机 好像是的 好像是的 这真的真的就是似曾相思 好像 这事发生了无限次 就一直在那种穿梭往回 生活中每天的事情 不一定是那个今天就明天的 老看到一直在 一直在 出bug了 这怎么吃 生活出bug了 嗯 但是能梦到有帖子给我刷飞机 能梦到一些那个直播间的情况 但是梦不到明天的大盘 这是非常 非常那个 让我觉得有点不高兴的 要是能梦到明天大盘就好了 哎呀 可以啊可以有帖子 开玩笑啊 一个就可以了 两个虽然锦上添花 是吧 但是负担很大 咱们都是认识老九的人 是吧 就开玩笑 开玩笑啊 别在意 明天高开 然后再低走 在V点的时候 你买进 后面就一路 一路往上 往上涨三天 是不是这个剧本 怎么可能让你这么方便的加仓呢 明天肯定就是高开 然后再高开 然后再高开 然后你忍不住了 加仓了 叭唧下来了 往往就是这么样的 不要把钱当做这么好赚 你觉得高开 然后再低走 你买金 然后直接 第二天就直接往上台 然后三天不回头 是不是这样 你都笑得B都开裂开了吧 哪有这么简单 对吧 不然的话哪有每年就是70%都是不赚钱的 不要预测 不要预测 开了再说 开了再说 开盘那几分钟特别重要 尤其集合竞价那几分钟特别重要 因为它集中的所有的信息的导致的看空看多的人 在那一时刻把他们的买卖盘都在那边汇集 我是要开了盘我才能看到 看到那些东西我才能预测接下来的走势 今天开门红了这什么意思 这飞机每天都有人送的 是不是这很正常 尤其过年 不过呢 今天高速听说很堵 很多人都是趁最后一天高速免费都要回城了 我们训练的铁子也都准备好了 明天开始要上班了 但是怎么又上班了呢 是吧 人能不上班吗 不上班多好呀 拉扎老要上班呢 其实人人都要上班 连我都要上班 每个人上班内容不一样 我每天早上要起床 然后呢 起完床吃完饭要遛狗 遛完狗呢 要带我太太出去买食材 要吃饭 吃饭对我来说 遛狗吃饭买菜 偶尔开开直播 对我来说也是上班一种 而且比你们更累 为什么呢 你们上班就做一两样机械的事情 其实呢 做熟了也就习惯了 但我每天吃饭要吃不同的东西 每天遛狗呢 还要帮狗擦狗屎 每天直播呢 要说不同的话 相对来说 比你们累得多 所以你们应该 要理解我的艰辛 要了解一下金融批 那我做个记录啊 之前没有耳闻 之前没有耳闻 我都拿个笔记一下 你看 我这有个好处啊 就是有什么事情啊 我就分门别类的做笔记 我有几个笔记 你看是关于投资 关于美食 关于那个一些那个哲学 然后呢 超市购物清单 每个月的水电煤流量费的那个 节情情况 然后呢给家里买东西 对不对 还有关于旅行的 还关于一些菜股的 还有我给我 我去看完我妈来看完记录 对不对 还有出门检查任务 还有最近下载了 或者已经看过哪些电影和片子 为什么要记录下 最近已经下载的电影和片子呢 就是因为 对啊年纪大了 有经常会这种情况 我看了一个片 比如说我昨天看了一个 韩寒做那个制片的那个片 叫扬名立腕 对不对 人为什么要扬名立腕呢 那就是要让更多人知道自己 那如果已经扬名立腕的 那后面要怎么扬呢 必须得每一经常要扬 人啊 如果不经常扬扬名立腕的话 那就会被人忘记 就是有时候就这样啊 就是我看过一个片啊 就比如说我昨天看扬名立腕 过了一个月我可能忘记了 然后又下载了一遍 又看一遍 脑子就是这样 年纪大了 大家理解一下 所以呢 这不是装逼 就是说人要活得有条理 你什么事分门别的 我就手机上做个记录 我说什么来着呢 刚才那个帖子 对我说金融P1 对吧 我要把它记在金融类里面 关于投资那个类里面 慢点去了解一下 啥叫金融P1 你看真写的帖子 如果觉得不错的话 就是我到时候再找你 如果理解不了的话 到时候私信再找你 说不定加个微信好友 都是有可能 拉近核心群也是可以的 是不是 真是闲的 哎呀 确实现在直播的已经 就是整个行情 不是说我们直播间 就整个直播这个行情 穷途陌路了 这个穷途陌路呢 不是源自于什么什么 一个简单的道理 而是源于整个 就是直播的盈利模式 发生了变化 我这边就给你们讲讲 用金融的方法 来谈一下直播 短视频的那个 收入的演变 包括那个盈利情况啊 最早的时候大家记得 港澳台明星1985年到2005年 那段时间 基本上都是出那个磁带 然后出唱片 靠他们的大部分的收入 靠磁带和唱片 加上一些广告费 对不对 就小歌星 全全是靠磁带唱片 加上走穴 大歌星才能接到广告 然后再走穴 加上磁带和唱片的收益 所以那时候呢 非常看重磁带和那个 CD的那个销量 如果能有一张白金单曲 白金CD的话 赚几的话 那非常牛逼 能赚很多钱 因为那时候CD也不便宜 磁带呢 9块9 CD的话 20块钱到49块钱不等 但到后来呢 就不行了 后来呢 进入网络时代以后呢 就是出唱片啊 出CD啊 就不赚钱了 亏钱出 主要就是 让更多人混给你个眼熟 然后呢接广告 接代言 拍网剧 拍电影 靠这个来赚钱 现在又不同了 就是光啊 你拍广告 拍那个 上网会 然后也赚不了多少钱 现在得带货 但带货呢 渐渐呢就把直播干死了 为什么呢 你看啊 短视频或者是直播 他如果一千万带货的话 他就可以从带货的收益里面 填补日常的就是开销和收支 甚至能够盈利很多 然后反过来呢 观众就会觉得啊 我买了你东西 我看你直播不花钱 也理所应当 你这个货架里面 应该也赚了 所以观众就产生了一种 消费习惯的转变 这种消费习惯的转变呢 就是看直播的时候 开始不刷礼物了 对不对 因为你在带货的那些直播节目 你得习惯 看着看着 我买点东西就行了 然后这种习惯延续至今 27天 就能彻底改变一个人的消费习惯 然后来到那个 就是不带货的直播间 或者不带货的像咱们平台 不怎么带货的平台 也是不习惯刷礼物的 对不对 就是这个道理 对吧 这个寒山寺酒鬼 这是什么玩意儿 什么玩意儿 你们我怎么看到 好几个ID都是这样 是个什么玩意儿 是一个凯子的一个 一个什么同盟会 什么的 对不对 原来我记得就是 我认识一个和你们沾边的 有一个人 有一个小号 有什么还三四九鬼 什么的 好像就挺凯的 那个人好像叫 叫什么来着呢 其他人住在青海的 说什么以后要卖青磕酒 那个 莱克 对 明天早上我们吃啥 明天早上吃个粥吧 好的 那我一会就把粥住上 晚上我老婆问我 好像叫什么冰雪山上的莱克 记得吗 这个人好像在美食区乱刷过一阵 刷了几十万 二十万应该有 二三十万应该有 后来当时我还劝过他 我说大哥你刷这么多干嘛呢 他说没关系 我就想了解了解情况 我说你以后要是想开直播的话 你刷这么多 以后收你收你礼物那些人 没有人会给你去 就引流或者是刷回去的 后来 后来 那个莱克 他也没理我 后来真的就是 他给我们美食区的好多直播都刷过 就指望着以后那个 他开直播以后 我们去帮他引流 或者是帮衬帮衬 没人去 没人去 这就是近况 对吧 因为直播界里面都是自顾自的 哪有 哪有把自己的水友就招揽给别人 对吧 我这边但是我得卸一个人 我得卸一个人 有一个人就不顾自己的利益 天天给我甩粉 黑篮子 黑篮子最近这段这两天 我早上吃早饭直播 他比我开播的早 等到我要开播 再播到一半的时候 他经常就下播了 然后他经常就抄抄的 要给我甩粉 什么叫甩粉呢 就是把他直播间的一些黑粉 给我甩到我直播间来 让我来借他黑粉的盘 他本来就是那个 构于公厕 早间斗于公厕 他现在一看我 我早上偶尔再播 就过年期间 他就想一个主意 灵光一闪 说给我甩粉 那是难得不多的 直播之间的真友谊 我谢谢他 谢谢他 斗于汉策 但是我也不笨 我也不笨 兵来降 兵水来吐烟 你给我公厕 他汉策 汉策他给我甩粉 就甩粑 我就把这些粑粑 再甩到别的直播间 今天刚好 今天还有一个主播 范蒂 范蒂是11点开播的 我11点下播的 我就把那个 我就把那个 我那直播间的那些 汉策的粑粑 别人甩给我的 我就再甩给他 叫二手买卖 转甩给他 萝卜为什么不播了 因为给我做成醋泡萝卜了 刚才看到我吃 铁子 我们把这个漆罐 我先收一收 不然的话有安全问题 这个川味萝卜 这为什么不播了 因为给我做成醋泡萝卜了 ID变了 你得接下来得搜 醋泡萝卜 才能搜到 我估计呢 他得一个 他醋泡萝卜 他得一样段时间 一个月以后 发酵完成以后呢 有可能再能 再能出现 美食老王也不见了 你怎么不赚钱 都给你白播呀 对不对 像我那直播 有时候还喜欢喷 骂骂粉丝 然后呢 就是接触接触社会 对吧 断续 断续我的语言能力 有时候赚的少 我还给你们播播 像那些 光光靠直播 维持升级的主播 你一天就给他刷一两个飞机 他给你播个毛呀 两个飞机多少钱 八十块钱 一个月才两千多 对不对 现在又没有底薪 他给你播个毛呀 对吧 你别怪别人不播给你看 咱们把这个 气罐给放一放 最近很多人都不播 我是头号劳模了 最近他这个水的风格 特别特别的满 满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可能农夫产权 给他的竞争压力特别大 就最近 最近也也不知道 我斗鱼没问题 直播平台全中国 还是斗鱼最好的 我昨天去看了一下 什么某歪呀 虎牙呀 不都不行 画质画质不行 主播的能力 能力不行 然后呢 在家直播直播 就是整个平台的那个美观 就是那个设计也不行 网页的美观设计也不行 就是我们平台啊 就是都是开着什么乏力啊 都开蓝布基尼进场的 像某牙平台 基本上都是牵什么牵着狗 牵着驴 牵着马 进场的 他们管那个叫什么做技 而且都是什么狗啊 驴啊 马啊狼啊 恶心的一逼 对不对 然后直播间呢 说实话比咱们平台低俗的多 所以相对来说呢 不管是某歪还是某牙 在直播的上面 包括主播的能力 直播间的清晰度 还有那个 网页的设计 都是没办法跟咱们平台比的 还是 斗鱼 还是那个中国第一的 咱们平台是中国第一的那个 直播平台 好 但关键就是说呢 就现在除了直播以外 还有短视频 对不对 短视频呢 确实 咱们平台没有摄图 因为 咱们平台不是短视频平台 咱们平台是直播平台 对不对 总监 总监不是说得要复播了吗 对吧 他不直播能干嘛呢 送外卖去吗 没别的事可以干 就比如说有一个人 他2月11号要开播 然后实际上呢 他就是个装逼犯 因为前两天 爆出来几张照片 他说什么 团队啊 靠的是自觉 他就是 好像是穿了一件黑色T恤 大冬天的 还穿整袖呢 装什么逼呢 然后脖子上挂了一个 微单相机 一看呢是莱卡的 然后呢 型号呢 M9R或者M12 经典版的 然后那台相机呢 我一看我就乐了 对吧 你挂台相机 相机上没挂镜头 就裸着就这么弄着 真的挂个玩具呢 是不是 对没说没错 就是你哥 你那个小家哥哥 对吧 我他妈的 为什么没这么会装逼的人 你要是觉得 要让别人觉得你挂个相机 相机只四五万块钱 那你就要带个镜头呢 你镜头都不带 就那边装逼 哪接来的相机呢 有些人就这样 就是从小就看不惯 就就爱装逼 不对 哎 这就别提了 别提了 啊 开爆也不开 开不动啊 他到那边去自然有人会收拾他 挂个哈勃你才满意呢 不是 你挂相机不就是为了拍照吗 那你既然就是 你现在不挂镜头 那就拍不了照 那就拍不了照的话 就只能证明你挂个相机是为了装逼 是不是 啊 再说你小 对对对 250现在在摩拳擦掌 250昨天说什么呢 他说要说那个 要让小鬼感谢他 他说如果不是因为250 他说他在那个地方啊 挺知名的 现在都没有人知道那个小鬼要开播了 他就这么说 我想想也有道理 因为那边人确实对我们这边人不熟 但估计呢 他在我们这边是应该开不了播的 因为他和上头结下梁子 上头不让他播 有理有据 我分析的就有道理 没什么大仇啊 就是看不惯 人和人之间有体质 有些体质呢 就天生八字不和 就是看不惯 你知道吧 我特别讨厌脸上长屋子的人 我前两天找了一张那个宋师傅的照片 然后呢 过年正好无聊啊 我给你讲啊 我给你看看啊 我开房车去去去去那个湖边见到小家 那是因为阿阳啊 让我去看一下 他身边有几个保镖 因为当时阿阳啊有动念头 要把那一组他 那一组他自己呢 要自根自敌 结果呢正好我可以比较近 小娘我去口口叫 你身边有几个保镖 阿阳呢 发疑呢 你身边的保镖啊 还这么说 一个人呢 那是不啊 旁边住手手里 有恩到老人 要住他为我呢 就要通通住他 可是学着一张 读老读的误字呢 等了上海啊 一条年明啊 学着读读读读读 恩到老了年明 学着读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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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 词汇都是知道的 就连宁波人都知道 连泰州人可能都知道 可是葛宗那谁叫养亲宝 我刚才讲的是什么呢 三黑鸭鸭 有叫黑帕青口 黑帕英口 对呀黑帕英口 海派英口 所以呢就是这样 我也没见过这种这种人 停播这么多年了 当爱已成往事了 还是紧盯着直播不放 就好像做别的生意都赚不了钱似的 只会直播坑人 这不是天生的诈骗犯吗 弄的是和那个叫什么的 打工是不能打工的 那差不多了 就比如说我要是直播不做呢 我还有挺多事情可以做的 可以去做 晚上就吃了个小蒜锅 吃完了 吃了个小蒜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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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呢 隔里都放了 放了第一个 叫啥 娃娃菜 放了点娃娃菜 南京和苏州哪个好啊 前两天我们帖子们有一个帖子 叫肥猫 他就回老家过年了 然后我问他肥猫你老家哪儿的 他说肃谦的 我说肃谦是苏南的吧 他说不 他说他是苏北的 他是苏北人 我说你何苦 自己为难自己 然后呢 我后面两天 他既然自己 我想他自己 自己就说自己苏北人嘛 我觉得他也没什么介意的 因为他自己说他是苏北的嘛 后来我后 昨天晚上就就问他 鸣包你什么时候回上海 对不对 然后 呃呆在苏北有这么开心吗 他马上介意的 他说别站口闭口去苏北 我说 昨天不是你自己说你是苏北人吗 是不是 这是个道理 苏南看不起苏北的 然后呢 他们 苏南和苏北的又携手看不起南京 因为南京他们觉得是安徽的 对不对 然后除了苏北呢 还有江北人 刚不宁 刚不宁 在我们那个 鄙视链里面 上海的鄙视链里面 呃是 比那个 首先上海本地人 上海本地人以后呢 往下呢 还有 从明人 南汇人 还有那个 凤贤人 这个是属于 农村的 也被城市人 鄙视链里面 视为第1级 第2级呢 叫苏南人 苏南人好一点 也有经济发达地区 苏州人就不错 然后加上苏北人 苏北人 其实是已经处于末端了 知道吧 就是处于那个 人体武功的最末末端 几节 但是 他们也有看不起的 他们看不起江北人 刚不宁 对吧 就给大家科普一下 科不起一下 但是他们 苏南苏北呢 都 都看不起南京 南京目前的归属 还有点问题 就像 启东 启东人觉得呢 自己是上海人 但是呢 那个 崇明人觉得启东人 是属于江苏的 为什么 刚不宁呢 最早的时候呢 有点 名声有点臭呢 就是因为他们 逃难来这边呢 刚开始的时候 连个家都没有 没有体面的 就是 生计 住就住在滚地龙里面 什么叫滚地龙呢 就是 你知道吗 用草 或者蜜 竹子 弄的一些 大的那个 就是很粗糙的那种席子 把那个席子 直接 那个席子很大 直接在地上 就直接弯转一下 然后 拿这个 最原始的帐篷 你知道吧 然后 地上再垫一张席子 上面再附一张 拱形的席子 然后固定好四个角 就是最原始的 用那个草啊 做的 帐篷 这种叫滚地龙 对吧 这可是灵魂上海话 滚地龙 直播间有没有刚不宁 刚不宁扣一 江北人扣一 让我知道一下 咱们直播间的成分 应该很少吧 很多帖子为主播点个赞 没毛病 为主播点赞 听说上海的女的只想嫁老外 这倒不是 因为 老外是那种被塞老赌 上海的女的喜欢 嫁给什么样的人呢 有钱人 然后呢 有车 有房 父母呢 不跟父母住一起 月薪呢 10万以上 还有一种的上海女的 是属于顶尖的 真的 我有个帖子 前两天就问我 他碰到一个上海的女的 他说年收入200万 是那个家里亲戚介绍的 然后家里的条件也很好 外企高管 33岁 更何况呢 是 就是 各方何况 长得也很漂亮 一见面以后呢 约了一家西餐厅 法式的西餐厅啊 然后这个女的呢 因为 我那个朋友啊 就就就就想了 要真能和他结婚了 说实话 就是上不上班都没什么关系的 软饭硬吃 女的年薪200万 怎么花都够 月收入就是将近有 你想想看年薪200万 月收入十七八万左右 这能花得完吗 后来 就到了一家法式西餐厅 这女的呢 他就让这个女的点菜 给对方有个好性向 这女的呢 因为 可能条件挺好的 也当场就 就啥都 啥都没堕瑟 就直接点了一瓶八千块的红酒 再让几个法式大餐 还有几块牛排什么的 反正一共加起来 结账要一万块钱 结账要一万块钱 到后来才知道 这是个酒托 对吧 聊得很好 有帖子 帖子那个就是 一看就知道了 有经验 估计也被骗过 那有这么好的条件 三三岁 人长的八十五分以上 身材又好 然后衣着得体 谈吐大方 对吧 年薪两百万 要求男方不一定要工作 只需要在家 好好的 做家务就行了 或者一定要工作的话 就拿一个 因为那个朋友做销售的嘛 谈到就是 你要么你做销售 就拿个底巾就行了 不要天天外面跑 在家里把家把吃好了以后 对不对 我朋友很高兴 最后就很开心的 把那个 就是一万块钱 单给买了 然后后来就没有下来了 对吧 铁铁铛有的都身经百战了 相亲啊 绝对这里面有道德 绝对是的 所以真的懂行的 相亲的 会相亲的 难的 就像我们群里肥猫一样 一般在肯德基里相亲 点一份 量将近两百块钱的 肯德基豪华套餐 就可以了 处的 惯的 处 不惯的 也是一顿肯德基 另外自己也吃上了 对吧 所以呢 真正的 跟我学啊 真正的相亲身经百战的 都在肯德基麦当劳 相亲的 然后我们群里 那个肥猫 他跟一个妹子相亲 我觉得那天中午 他就给我秀 秀什么呢 他说他肯德基点了一份 一百九十九块钱的套餐 我就没吃过 我说你几个人啊 两个人吃一百九十九的 他说跟妹子约会呢 结果吃完以后的妹子啊 还感动了 没吃过这么豪爽的肯德基 因为肥猫可能体格也是挺壮硕的 一米八十左右的高个 然后呢 体重也是两百斤左右 有可能 有些妹子就喜欢这种敦式的 然后他就 妹子也很感动 就请他看了一个 电影 就看了那个 大桥 长津湖之大桥 对吧 但是 看完桥以后呢 飞猫就翻脸不认人 他就第二天啊 就不跟妹子在约会 他说这妹子长得丑 后来他把这个妹子的照片给我发了一下 就除了戴了副眼睛以外 其实五官还是挺专正的 应该说是这种颜值严重被低估的那种妹子 我就觉得他没有眼光 我觉得不错 现在这些人啊 就是他那个肥猫主的问题就是说他以前看导博片看多了 他喜欢有个女游名字叫什么来着的 叫什么来着 肥猫你 可爱你记得吗 可爱你记得吗 后来在我的教育我连番教育他两天 他后来又开始跟这个女的约会了 对不对 只要第二天他又跟那个女的去看了 又去看了一个电影 叫啥名字的我看看啊 我帮你翻访了聊天记录里都有 他的口味是非常独特的 我搜一下聊天记录就有了 或者可爱记得可爱可以提醒一下 找找啊 冰毛喜欢哪个女游 他说他找女朋友就要找 就是长得和这个差不多的 这个女游是一个长得比较绑的 就是比较壮的似的一个 挺有肉的 我只要翻他的聊天记录就行了 有点看不懂 有点看不懂 我先找我先找 让超管冷静一下 冷静一下 你得冷静一下 我跟大家讲讲相亲的故事 对吧 你也太溜了 我找到了 我先下线一会儿啊 我找到了再跟你讲 快了 我已经我已经搜到星期三的了 我当时记得 啊 水水水水也 找到了 叫水也 经常看的应该知道水也啊 是一个是一个比较冷蒙的一个音乐员 叫水也 超管说我讲的不错 不许讲了 说明特别真实 对吧 我讲的特别真实 哎呀我先把这个盘子给撤了吧 因为做人处事要有有点细节 什么细节呢 就是说 你会发觉啊 他这个底下 其实还是低温度挺高的 所以我在下面呢就 垫了一张那个铝箔 这个其实是一张铝箔 对叫什么 什么朝阳的 水也什么朝阳的 有点看过是吧 不给大家看 啊 确实呢 就是有些人被毒害了 本身本子生育率低 就是因为他们这些东西看多了 然后呢 这些东西呢 又祸害了我们一代人 很多人就认为啊 就现在很多男女之间就是应该像这样一样 其实他们都开滤镜的 而且 就是有很大的作秀成本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往往觉得 就爱情或者是 相亲啊 妹子啊 就是和自己看到的不一样 他们的口味就特别刁钻 然后再加上那个要求特别高 其实人哪有长特别长得这么漂亮 你说是不是 对吧 这我是被破坏的吗 我没有 我看到女人特别计渴 看到女人特别计渴 我是不大看这种东西的 偶尔也看 但是看的不多 然后呢 那最主要就是没有被他带歪了 没有没有被他 没有被他那个影响到 就是 钢铁直男知道吧 钢铁直男 哎 然后呢 肥猫就是比较喜欢那种就是肉感的 就是名字都给你们报了吗 你们也知道 对吧 就这样 而且要比较喜欢要打扮一些的 这女人呢 就是 开一个培训班 培训一下 打扮起来都是非常容易的事 没有几个丑的 所以才会有那句话 就是只有蓝女人没有丑女人 但是后来呢 我跟他聊了两天呢 我们群里也是帖子一起跟他掺和呢 最后呢 还是妥协了 就继续跟这个妹子开始交往 我们是本着 硬毁 硬毁石座桥 不拆 一桩婚 对不对 因缘不容易 能够撮合撮合 这是最好的了 对 只要五官不差 都可以成为美女 身材呢 不要太过于 太过于极致就行了 就是太瘦 或者太胖 这种是 很难改变的 一般来说呢 都可以 实在不行呢 就是约会的时候呢 买一套什么塑形的内衣 这种就OK了 就是 就讲的很简单嘛 肉呢 都是可以挤的呀 你可以把肚子上的肉挤到这里来 你也可以把 就背后那个侧 侧翼的肉 就叫腹乳 然后也挤到正面来 那都是可以挤的嘛 就是肉这东西 就有点像那个面团 然后可以到处搓 可以到处挤 可以到处挪动位置 就行了 我又比较喜欢 撒合铁 我以前直播节 也错过很多 我喜欢哪个女明星啊 女明星我都不喜欢 因为 没有什么 我比较喜欢 八九时代的女明星 就是 就是那个 像林心霞呀 啊 像张敏啊 那个时候 胡慧中啊 那个时候时代的 那个时代的女明星啊 我都特别喜欢那个叫 江玉燕 江玉燕 就演江玉燕的那个女明星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的 没有那个阵容的 现在那些女明星 包括那些女主播 看着有错气 因为基本上就是 长得都差不多吧 额头做个填充 鼻梁呢高耸 下巴呢削骨 嘴唇呢 然后呢 再开个眼角 然后呢 这边呢 其他要弄的呢 再打点玻尿酸 个个都长得像胖胖C似的 我第一次看到胖胖C的时候 我就忍住了 我看着他就想掐着他的领子 直接 给他额头上来两圈 这为什么呢 但那个额头啊 真是高的一臂 像兽型似的 咚咚咚的 就给他来两圈 把他额头给打扁了 然后强行给我忍住了 是吧 嘉欣也是整过的 嘉欣也是整过的 就是个个长得像兽型公式的 就没办法 都正一样 然后我们原来有个帖子叫有镜 他那个老婆呢 我第一次看到他 他有镜有个女的 当时有镜我请他吃饭嘛 他那个有个女朋友 也是额头像兽型包似的 然后呢 我看到他我就想 哎呦我操怎么整容女的 你找一个 是吧 咱们是咱们营业车的人 我看上开出他 后来那女的就自己对我说 他知道我口味 他说他是养旧人 他们家祖传就是这样的 后来看了他家里照片 确实是 确实有一种人 他长的额头啊 就是很突出 像兽型公 如果长女的长这种的 天生的其实并不好看 是吧 那为什么他们喜欢这样的呢 就是因为他们亚洲人缺少 没两股 就是美股缺少 美股缺少呢 你把这边填充一下 眼睛就凹进去 显得呢 人瘦 就是最近那个 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的 那个王金星拍的那个叫什么的 王金星拍的那个倚天屠龙记 对吧 那个倚天屠龙记里面 他不就是有个叫 邱 邱什么的 邱书珍他的女儿叫邱 邱什么的 也有一下就想不起来了 邱什么的 兔兔 什么兔兔呀 邱书珍 邱书珍他的女儿叫 就是演那个新版的被人骂了一逼的 邱比特不对 邱雅不是 皮卡丘 哎不 邱义农 邱义农是谁呢 邱书珍是邱书珍的女儿 对邱义农 听名字挺怪的 对吧 正常人哪会起这种名字呢 他就是整整个一个就是整的就是脸都浮肿了 对对 王金挑女的 不看脸就看功夫 就是就是那种功夫啊 金子金子看那个 看找女演员从来不看脸 他就找看身材好 谁功夫好 你懂了吗 文泳菜自然是不错的 那我最早看文泳菜应该是看那个 有一部玄幻剧 就是九州之海上木云记 这里面他演一个妖精 被一个囚禁妖精 那时候确实那年轻个三四年 那时候还更好看一些 现在稍微年纪大一点 但是也不错 也不错 冯雪娟这样的算漂亮吗 是这样的 雪娟呢 长得就是我 我认为的那种啊 不温不火的 没有任何特点 但是也没有任何 难看之处的 六分妹子 这种六分妹子打扮一下呢 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一直觉得呢 李老八呢 运气呢 也不算太差 毕竟呢 他没找一个 又黑又丑的婆娘 对不对 至少挺白净 但是呢 像这种人 如果 不打扮的话 那就挺糟糕的 不像我老婆 我老婆长得很好看 然后呢 就是素颜 裸妆 也是 秒杀掉 百分之八九十的人 但是呢 如果是六分的 不温不火 长相没特点的妹子 如果再不 不打扮一下的话 他老公 很可能外面有人 是不是 因为太平淡了 一点都不刺激 不刺激知道吧 不刺激你怎么出货呢 明白吗 明白就好 太平淡出不了货呀 憋得慌 简单来说呢 就是说 就是说 我老婆不打扮 我照样啊 搭小帐 但是李老八如果那个 就是他老婆那个 不打扮的话 可能真 平淡到 搭不搭不起来 小帐 然后呢 导致无法卸货 我说的都是 非常文明的用语 请超管自重 请超管自重 冷静一下 如果你要点什么东西的话 请你想一想 到底哪里有问题 你回头一想 刷件什么都没有问题 那就不要瞎点 我如果身高1米8会怎么样 我觉得我不要1米8 因为我觉得1米68到1米7 对心脏的复合比较小 心脏的复合从哪里来的 我跟你讲啊 一个人的心脏就他拳头打小 不管你是姚明 还是你奥尼尔 还是 你只有一米 郭敬明 心脏其实就都一样大 除非你 练那个 就是高血脂了 然后心脏表面包了一层脂肪 那其实也不是 心包膜 以外的部分 也不算你的心脏 心脏一样大 你的体重越大 你的 血管里程越长 你的 身高越高 你的血管里程越长 最后会导致 心脏复合变大 懂我意思了吧 周期要警告我了 这个不见得 所以呢 最好的身高一米七左右 高两米 低两米没关系 然后呢 就是一米七米六八 一米七十二 这个身高很好 这种身高的也绝对不要去羡慕那些 一米八级的大高个儿 没有必要 对 到时候人家挂墙上了 你还能够去看看他们 这话 我只能这么讲 不然得罪人 我不是说那个高的 都会 很早挂墙上 但相对来说 同龄人来说 你心脏的复合比别人大一些 对不对 而且如果正好啊 你其他方面也不正能保养的话 那很可能 很早年就会挂在墙上 我多高呀 我跟你说了这么久了 你还费不费劲啊 我跟你讲这么久了 我就一米六八呀 对不对 这还用问吗 我使劲的去舔一米六十八的身高 我还会长到一米八吗 对吧 没毛后面铁子 矮个儿长手 但为什么 个头太矮也不行吗 个头太矮了 你一定会非常长手 对吧 额 头发竖起来的话 应该是能够达到 1米72到1米73这种高度的 不怕再竖一竖啊 因为头发再高耸一下 5到8公分也不是什么问题 168加上 78公分头发 最高可以冲击一下 1米75 1米75啊 所以发型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气质的 这点就被眉毛了 5座了 是吧 下座了 什么站着刚好舔 这种太下座了 你去弄个 只此轻律的头 这件衣服叫 只此轻律 这叫 江山万里图 你们看过这张图吗 是吧 他那个腰呢 其实源自于迈克直不逊 我给你们破解一下 只此轻律他为什么能做如此战术后仰的动作 正因为 他们的裙子有毛泥 他那个裙子让你感觉他的腿啊 两个腿都在前面 其实 只此轻律的过程中 他在弯腰的过程中一个腿移到了后面 你懂我意思吗 穿着裙子让你觉得两个腿都靠前的 实际上有一个腿 作为支撑腿 已经偷偷挪到了最后面 然后 身体往后一侧 只要你腰力 是达到正常的水平的话 形成这种战术后仰 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那个我吃母的多高啊 就是太太 他大概有1米72左右 所以带出去 背有面子 对吧 这就是我们传说中的叫高妹 男人能娶到一个高妹啊 这是你自尊的荣耀 你就代表啊 这个是 就说实话 不是说大洋马吧 就是大种马呀 对不对 你能驯服大种马 这绝对是 港港的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去国外 为国尊光 大洋马 对不对 咱们不是大洋马 各高高妹 大高马 对 哎呀 大马拉小车 大马拉小车 好了 那个 今天几点了 7点14分了 聊不动了 我的妈 早点睡觉了 今天下午 我看书 就看了这本书 我看了 我把书呢 拿过来 你看 技术 钻研技术 你看 日本蜡烛图技术 今天下午 我一直想着这本书 今年 在年初15之前 要宣布看完 结果年初一 就像过 做暑假作业一样 年初一到年初六 早上 都什么都没看 今天下午开始 发奔復强 你看 日本蜡烛图技术 今天下午 我看了40页 这本书一共有多少页 313页 今天晚上再看看20页 今天 今天看掉了70页 平均每天看70页 5天搞定 5天搞定 对吧 我一直钻研于股市的 中高端技术 对于这种 比较低级的技术 基本上 我都没有研究过 真的我不怕你 我怕你笑话 K线图和均线 我不看 什么均线 均线 施纹 甘纹 K线图 什么 什么黄昏之星 什么 纺锤 什么盗锤 我都不看 我有另外的更高端的技术 有些有铁说盗版书 不不不 这本书 是天猫超市买的 原价98 18块钱买到的 我 而且装置运 就装针非常好 里面字都印的非常清晰 天猫超市买的 没毛病 老残论 残论其实我现在也不看 学了也白学 这东西没用了 我跟你们讲 所有的技术里面 就一共分为几个流派 就是说 加恩理论 周期理论 还有 埃略特波浪理论 另外再加上 蜡烛图技术 还有传统的 西方分析技术 就比如说 ISI KDJ MACD 一共五个派系 这五个派系里面 你学会三样就行了 不要全部 像我一样 全部学会的 我试之前的波浪理论 周期理论 坚恩理论 再加上传统的 西方的分析技术 全部会的 而且非常精通 就差这个 就是这个叫 蜡烛图技术 就是K线技术 为什么 为什么 就是 这五个技术是 就是可以学三样的 因为这五个技术里面 代表不同的原理 就是说 有些什么ISI 摆动 摆动理论 还有什么 有些什么MACD 其实和那个 有些军线 其实差不多的 他们都发源于 一套 一个起源点 这五个理论分别 发源于 不同的 原理 起源点是不一样的 所以 可以相互佐证 就比如说 以一个走势 我就跟你讲 如果一个走势 你试用江恩理论 和波浪理论 再加上传统的技术分析 你觉得可以佐证的话 其实 有三个东西 可以佐证的话 有几率比较大的 如果再加上 蜡烛图 再加上周期效应 同时可以佐证的话 那五大体系 全部承认 那他最后能实现的概率 在九成以上 量家关系不学的 这个没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的 觉得技术重要还是心态重要 你如果心态好 技术不好 只会让你亏的血彩 因为呢 已经是一个 决绝子的下跌周期了 下跌通道了 你心态很好 没关系的 现在才亏20% 我承受到这 50%了 开始有点慌了 然后自己安慰自己 心态好的嘛 就不要在乎这些短期的盈利 再放一年两年 我放得下去 到最后退市了 对不对 对吧 心态是建立在有技术之上的 可以帮你赚的更多 不被甩掉 这本书的作者 这本书是日本的一个作家 为什么叫日本蜡烛图技术 它源自于日本战国 德川家康时代 买米 我给你们讲讲 最早的期货是怎么来的 就是日本母夫又重现 对吧 德川家康时代 之前信长时代 还有丰臣秀级时代 这个三个时代呢 我不是我跟你装逼 先是丰臣秀级时代 不对 先是知天信长时代 俗话说叫苦了信长 叫饱了秀杰 最后呢 是有福了那个德川家康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之前信长那一代是受苦的 然后呢 丰臣秀杰那一代呢 好一点 最后呢 是他们打好的基础啊 全部被那个德川家康 带走了 德川家康幕府时代一共两百多年 当时有很多的大明 统一了日本以后 他们有些大明呢 他们主要的货币也不通 什么九州的货币和什么越南的货币 全都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 当时定都在大阪 因为大阪是一个水运的 有港口城市 所以既然货币不通呢 他们要去兑换东西怎么办呢 用大米 大米也运到大阪的一个仓库里面去 那个仓库会给他们一张券 叫大米券 你用这张大米券去证明你的购买力 你可以去用这个当钞票 去问别的地方的人去兑换你需要的东西 比如说枪支 比如说肉 对不对 然后呢 就产生了期货 有些大明目前手头已经缺钱了 但是他会提前问这个九州的大米仓库 预知明年 他可以给你的存多少大米 把明年的产量的大米的提前 如果你兑现那个大米券 然后这就产生了最早的期货 只要有了期货以后 后面就有交易 高价的时候卖出去 低价的时候买进来 低买高卖就产生了 那有期货又有低感高卖 那怎么记录每天的走势 所以日本有一个著名的米商 他除了发明几种战法以外 还发明了蜡烛图 这个蜡烛图的技术 后来是在1990年的时候被带进欧洲 最早他们不用没有K线图了 K线图就指的是蜡烛图 日本蜡烛图 这就是股票高手能够带给你的不同的对事物的看法 有几个股票高手能把蜡烛图讲的起源 讲的这么通透的 没有 他说英子如果是股票高手还用的给大家做直播 再股票高手收盘了也会孤单寂寞无聊的 无聊的时候聊两句怎么的了 是不是 你这种说法就是 我不想直播给你看 我下播了 拜拜再见 拜拜再见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